近年来,全球人口规模不断增加,已经突破了80亿大关,人口增长带来的资源压力,也对各国构成了全新的挑战。 然而,世界上却有这么一个地方占地310万平方公里,却只有不到100万的人口,平均每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仅有一个人生活。 那么,这一特殊的地方是哪? 那里的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? 这背后到底有何原因? 视频开始之前,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,感谢您的支持。 这个占地310万平方公里,却只有97万多人的地区,就是亚库特共和国,是俄罗斯境内最大的行政区,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省级行政区。 亚库特位于俄罗斯的东北部,与北冰洋紧密相连,而亚库特人的外形却和俄罗斯人大不相同,以黄种人为主。 事实上,世界上黄种人分布的区域除了中国,便属亚库特最大。 亚库特人口虽少,但自然资源却并不落后。 首先,亚库特境内矿藏数量极多,截至目前,亚库特已发现的矿藏便达到了1500个不同种类,以金矿、锡矿和煤矿为主。 而石油、天然气的储量也相当可观,其中天然气储量占了全俄罗斯的三分之一之多。 其次,亚库特还是俄罗斯最大钻石产地,俄罗斯90%的钻石储量都在这里。 这两点决定了,亚库特的经济水平绝对不差,根据资料显示,亚库特的人均GDP在1.6万美元左右,远超俄罗斯的平均水平。 亚库特富裕到什么程度呢? 据当地媒体报道,亚库特是目前出土猛马象最多的地方,全球90%的猛马象牙都来自这里。 于是,一群特殊的人应运而生,他们一年只工作两个月,专门挖掘猛马象牙,65公斤级别的猛马象牙,能卖出4万美元的高价。 一周挖到两三根,便能轻轻松松获得10万美元以上的收入。 虽然这份工作比较辛苦,但确实给当地人带取了很大的经济利益,由此也能看出,亚库特的资源的确是异常丰富。 按理说,一个地方地广人稀,又不缺钱,自然会在短期内出现人口大爆炸。 然而,亚库特的人口却始终保持在很低的水平,至今没有突破百万。 相较之下,印度面积上不及亚库特,人口却早早突破了14亿,两者一对比,亚库特便显得更加特殊。 如今,亚库特缺乏人口的情况愈发严峻,由于各地都非常缺人,野狼反倒泛滥起来,为了保护畜牧业,政府甚至只能开出高额悬赏。 那么,亚库特人坐拥这么大的土地,到底为什么不愿意生娃呢? 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。 首先,亚库特的自然条件限制了当地人口规模的增长。 亚库特境内有四个地质带,分别是原始森林带、永久动土带、森林动土带和北极荒原带。 顾名思义,这些地质带的环境都比较恶劣,不适合人类生存。 其中原始森林带便占到了亚库特总面积的80%,而亚库特的东部还有400多座冰山,动土厚度也达到了300多米,是地球上动土层最厚的地方。 种种因素都导致了,亚库特的气候非常恶劣,冬季漫长,夏季短暂是亚库特最显著的特点。 每年冬季与夏季的最大温差在75摄氏度左右,而最低温可以达到零下70摄氏度,是北半球的最低温。 在全年中,亚库特温度低于零度的时间也接近9个月之久。 如此低的气温,如此残酷的地形,显而易见是不适合人类生存繁衍的。 事实上,俄罗斯整体人口数量偏低,便有着气候寒冷的原因,而亚库特作为俄罗斯境内最极端的情况,出现人口不足百万这一情况,自然也不足为奇。 活活被冻死,在很多温带,热带地区很难想象,但在亚库特类似的悲剧却屡见不鲜。 据媒体报道,2018年1月,亚库特遭遇了严寒天气。 资料显示,气温达到了零下50摄氏度左右,部分地区更是低至零下56摄氏度,夜间温度再次骤降,来到零下65摄氏度。 虽然亚库特当地政府已经提前做好预警,宣布进入紧急状态,但在1月13日凌晨,噩耗还是不幸传来,在郊外的一辆汽车内发现了两名冻死的男子。 经过调查才发现,两名男子的汽车在远东地区抛锚,车子无法启动,当地又没有手机信号,因此两人根本无法进行求救,最终在车上被活活冻死。 这一悲剧,无疑是亚库特恶劣环境的最佳写照。 为了引起外界关注,帮助改善当地的生存状况,亚库特政府可谓是不遗余力。 2022年,第三届亚库特马拉松圆满结束,然而,即便连续举办三年也做足了宣传,但全球各国前来参加比赛的人数也仅有65人,玩赛者更是寥寥。 原因也很简单,比赛当天,亚库特气温在零下53度左右,被称为世界最冷的马拉松比赛。 在这样的条件下,即便是专业运动员也难以施展,比赛的规模当然无法扩大。 总而言之,寒冷是亚库特最大的弊端,为了应对严寒的气候,当地人已经穷尽一切力量,俄罗斯联邦政府也拨出专款,解决了当地的暖气供应难题。 然而,户外的严寒天气仍旧阻碍了亚库特人的声誉下一代的需求,这恐怕也是亚库特人因稀少的重要原因。 其次,历史因素导致亚库特人与俄罗斯主流社会脱节。 亚库特是一个神秘的民族,最早可以追溯到数百年以前,关于亚库特人的形成与迁徙,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。 但有资料显示,亚库特人很有可能是突厥民族与西伯利亚民族融合而成,在这两个民族的迁徙途中,中华文化又对他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 例如,亚库特人的语言、文字、习俗、艺术都有着浓烈的东方特色,其中包括龙、天在内的很多词和中文发音都非常接近。 种种迹象都表明,早期的亚库特人一定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。 然而,17世纪初,沙俄开始向亚洲东北部扩张,地缘辽阔的亚库特自然成了沙俄眼中的桥头堡。 于是,在沙俄强大的兵力威慑下,亚库特人平静的生活被打破,后来又被沙俄彻底吞并。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,结束了沙俄的统治,亚库特得以独立,后来又加入了苏维。 苏联对亚库特非常重视,亚库特在经济领域也取得了快速发展,但与此同时,亚库特民族独有的语言,文化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。 苏联解体后,亚库特人重新找寻民族方向,亚库特人的生育意愿似乎没有那么强。 最后,亚库特的宗教信仰和交通状况,限制了当地的人口增长。 有人说,既然亚库特地区有着诸多劣势,当地人为什么不和其他地区的人通婚或者索性搬迁出去呢? 其实,亚库特人的宗教信仰也比较特殊,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都信奉萨满礁,这是一种原始的士族部落宗教崇尚祖先崇拜,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。 教义规定,萨满礁成员不得随意与外族通婚,很多亚库特人都十分虔诚,因此都不愿意与其他地区的人有接触更别提搬出去了。 时代不断发展,年轻人中持有这一信仰的人已经在逐步减少了,但传统的影响仍旧根深蒂固,想要改变亚库特的人口现状恐怕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。 另外,交通不变也在阻碍亚库特的长期发展。 在亚库特境内,道路总长为32,300公里,其中公共道路21,770公里,这是什么概念呢? 就拿我国来说,截至目前,我国交通网络总里程超过600万公里,铁路15.9万公里,公路544.1万公里。 都说想致富,先修路,亚库特具有丰厚的自然资源,但没有强大交通网络的加持,资源开采,运输成本过高,影响了长期收益,也撤走了经济发展。 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,亚库特人即便GDP数字亮眼,人民生活水平也跟不上,其他地方的人也不愿意进入亚库特生活。 于是外面的人不愿来,里面的人不愿生,倘若能够从基础建设入手,令交通便利起来。 久而久之,亚库特的经济将会越来越好,到时候人口数量自然也会水涨船高了。 对于自身的尴尬境地,俄罗斯和亚库特当地政府都已经觉察到了,因此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。 例如,近年亚库特曾出台一份战略文件,提出将创建新型经济框架,致力于改善生产力、交通和能源。 俄罗斯对此也非常支持,已经给予了大量的政策倾斜与经济援助。 根据规划,亚库特将在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建立天然气开采、运输和供应的统一体系。 另外,如何与外界合作也是亚库特想要进一步发展的重点。 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,亚库特文化与中国文化有很多相同之处,亚库特与中国在经济、工业方面的合作也因此进行得非常顺利。 早在2014年,亚库特政府便表示,希望大力发展对华贸易,推动中国企业积极进入亚库特进行金矿开采,使这个行业获得更大发展空间。 2019年,亚库特总理索罗多夫又公开表示,中国经济发展迅速,人口众多,市场广阔,而亚库特具有各类矿藏,双方优势不同,可以互相合作,取得双赢。 作为基建狂魔,亚库特的短板,恰恰是中国的长处。 因此,选择与中国合作是亚库特迈出的重要一步,中国的帮助也将令亚库特的能源产业进一步释放活力,保证经济稳步增长。 当然了,要想推动当地人口数量上升,仅经济发展是不够的,还要保护当地人的权益,对此,亚库特也非常重视。 长期以来,外来务工人员是亚库特劳工市场的主体,为了保证当地人能够顺利就业,亚库特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外国劳务的措施。 这些措施效果显著,2017年与2018年,亚库特的外来劳务人员数量均减少了30%左右,累计释放工作岗位31,000个。 与此同时,联邦法律规定优先原则保障当地居民的合法劳动权益。 相信这一系列措施都能大幅改善亚库特人的生活水平,日子过好了,人口数量也就自然而然地上升了。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待,亚库特都是一个神奇的地区,辽阔的土地,稀少的人口,放眼全球也十分罕见。 亚库特这一地广人稀的局面,由气候、地形、交通等多种因素共同造成,想要扭转也并非一朝一夕之事。 但是,亚库特显然已经意识到了事态的紧迫程度,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。 事实上,1972年,亚库特人口总数仅为10万人左右,上升到现在的97万已经取得了一定进步。 加以10日,亚库特地区的人口密度必定会越来越大。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可以点个关注。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。